这是等待已久的一个狂欢 先是英国王室用传统的方式宣布英国未来国王的出生 别的不说就在场面相信绝大多数人都没见过 对啊 看起来像回到了古代 而且在23号英国的荣誉炮兵连还在伦敦塔名炮62响来庆祝王室天丁 不少国家的政要也对威廉王子夫妇表达祝贺和祝福 比如美国总统奥巴马 加拿大的总理史蒂芬 哈伯等等 甚至澳大利亚总理陆克文说 澳大利亚与世界各地人民一样欢欣鼓舞 王室宝宝从一降生就接受到了如此多的祝福 而同时他的出生也被赋予了太多的期待和猜想 不论他何时能够成为英国的国王 King of England 他都将是英联邦成员国共同的最高领袖 会象征性的统治全世界借24亿人口 即使是象征性的 他的一言一行也都将在世界的目光下进行 就像现在的伊丽莎白二世 对啊 都将来 吃了一个地方 你不如 stir给咱们